大家好,我是九哥 这把我们从机场走出来 队伍里面是有一个妹子 我们知道妹子普遍这个钢枪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但是捡东西的一个实力啊 那绝对是一流的 这把妹子是捡到了三个心绕枪啊 我们这三个汉子都表示有点惊呆了 这么好的运气吗 看一下第一个超级空头 AWM加这个大波罗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了 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有三个超级空头自然也会有人想过来抢 也是理所当然的 任谁看到这三个空头 我觉得都会流口水 不过他们能不能抢得到啊 就是看他们本事了 这边是来了一队把他们给击杀之后 身后又来了一队 一个人把他给击倒 然后队友是把另一个人给带走 前面还有一个人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智人 连人机都想过来 舔下这三个超级空头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超级空头 里面是狗杂加一个AWM 这个AWM真的是太多了 两个了已经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超级空头 这个超级空头的话就有一点点一般了 此时已经非常富裕来到一个假车户 但是队友跟我说 好像是有个地方发了纤绕枪 并且一次性发了四个 我们看这个画面 真的是非常之壮观 四个纤绕枪一起腾空啊 这种感觉 哇不行我就要流口水了 我要赶紧开车过去 我们来过去看一下 就是在过去的途中的话 看到这个超级空头 已经在陆续的降落了 他们肯定就在这前面山坡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山顶飞墟那边 还有一个纤绕枪 这把纤绕枪这么泛滥的吗 不过山顶的事我们已经管不着了 先来把这纤绕枪的人给他吃掉 好像不止我们一队人过来 所以我们就先来到学区房 看到前面是有人躲在了一个书后 这里去用AWM聚一下 只有在这波团战里面 成为最后的王子了 我觉得才有可能去 享受这四个超级空头的一个果实了 前面是又露出来一个小头 我们就再次把它给聚倒 还有一个 这个的话我是把枪拘出去了 但是对面好像是比我快了 应该是几毫秒吧 直接是把我给放倒了 这里差点要被补掉 还好能爬进来 这把AWM的一个稀有性就没有那么高了 对面肯定是不止一把AWM的 我们这边是有两把AWM的 所以说这个枪有点泛滥了 这里再次聚一枪 这个人他在带苗 好像不是一个满血 直接一枪把他给聚倒 然后先把他给补掉 一个吉利福 击倒之后呢 他身边应该还是有队友 这里并没有清光 果然看到有人 他是跑进了烟里 现在是看不到了 继续去描一下 安全区是在我们的一个身后的 所以说他们如果想跑足 肯定是要路过我们面前的 而且我们现在是在防空区的高点 果然他是想跑 而且他们是没有载具 这样裸跑跑过去 是不是不太现实啊 把他们给击杀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摆放着四个超级空头箱 当然的话 这个超级空头箱 应该是没有什么物资了 因为都被他们给剪完了 不过还是要连续的 去打开四个超级空头箱 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我们再去打开看一下 他们的盒子 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什么聚消音 聚快阔 吉利服 还有各种各样的空头枪 这些盒子里面的空头枪 都是双空头枪 他们是负的不行的那种 这把可能是我目前为止 玩的最富裕局的游戏了 大家平时游戏中 最富裕的一把装备 是什么样子呢 可以评论分享一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